你是住在集合公寓吗 你家附近有什么举止奇怪的邻居吗 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要多注意一下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公共住宅的恐怖中的两则故事 第一个故事实用主义 夜班司机大叔在路边无聊的等活 他发现附近的公寓楼下 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在路上画画 大叔就奇怪了 这家长怎么搞的 大半夜让孩子一个人在外面玩耍 但他也没太在意 随即上车准备小咪一会儿 时间来到午夜12点 司机大叔突然听到一阵敲车窗的声音 大叔很不情愿的睁开眼睛 但是当他戴上眼镜四处望的时候 又什么都没发现 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但刚闭上眼睛 他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大叔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但往四周看的时候依旧是一无所获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车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大叔赶紧下车去后备箱寻找 但还是没看到人影 这是什么 难道是恶作剧吗 这时他发现 刚才在远处画画的小女孩不见了 他想起来 女孩刚才在地上哗啦了什么 于是好奇的过去看 只见地上歪七扭八的 写着无数个喜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叔感到十分诡异 心里一阵发毛 赶忙回到了车上 这时他在车上又听到了一阵异响 大叔紧张地回过头在车内寻找 但依旧什么都没发现 虚惊一场的大叔靠上安全带 准备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这时他发现 挡风玻璃上有一只小孩的鞋印 就在大叔盯着鞋印研究的时候 突然从车顶伸出一只手来 紧接着 一个脑袋叹了下来 大叔一个惊吓踩下油门 女孩因为惯性被甩了下来 没再动弹 大叔一路开出几百米 最后被一个红灯拦了下来 他瑟瑟发抖 打算放松一下压压惊 然而下一秒 他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从后视镜他发现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浑身血迹的女孩竟然又追了上来 那场景怎么恐怖怎么来啊 第二个故事 可养宠物 男主小爪住在一个复合式出租公寓 隔壁家新搬来一户养狗的邻居 每天早上隔壁的狗都会狂叫一通 打扰他的好叫 反正就是没有公德心 这天还在美梦中的小爪又被狗叫声吵醒 气得小爪直接到隔壁里论 没想到护主竟然是个这么卡外依的妹子 小爪的怒火一瞬间就消散不少 态度和善的跟妹子说出了原委 不得不说长得好看 但就是不一样 妹子连连跟他道歉 不过他表示狗狗跟他不太亲热 所以不太好管教 人都这么说了 还能怎么办 小爪只好回到自己家里 谁知半夜隔壁家的狗又在叫唤 吵得小爪烦躁不已 他也顾不得隔壁住的是不是美女了 再次来到隔壁敲门警告 但喊了一会儿也没人应答 他试着拉了一下门把手 没想到居然就这么把门打开了 这妹子心得多大 大半夜睡觉门都不关 抱着好奇的心态 小爪走进屋内 但并没有看到妹子的身影 顺着狗叫声 小爪打开了房间 却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 原来在狗舍狂吠的并不是一条狗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男人 男人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狗链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类 朝小爪抱有敌意的狂吠着 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法 小爪被惊得说不出话 就在他迟疑的时候 男人正断链子扑向了他 小爪被吓得一个腿软坐在地上 男人慢慢的爬向他 将他逼到墙角 而妹子早已拿着新的项圈 在那里等候多时 第二天 男人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西装隔离欲穿 变得人模人样 带着对新一天的美好期待 离开了这里 就在他走后 狗吠声重新响起 小爪代替男人 成为了妹子的新宠 不知道下一个猎物 又会是谁呢 两个故事结束了 第一个故事大概反映的是 很多事情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 一开始 大叔看到小女孩在画画 有些被他担心 中间发现被女孩整骨后 会觉得有些可爱 直到他发现女孩的真面目之后 落荒而逃 所以表面上单纯无害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不要被表象所欺骗 而第二个故事呢 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普尔手法 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 进入圈套 在一段关系中 可能两个人的地位极不平等 但被普尔的一方 依旧沉迷其中 直到对方有了新的目标 才会清醒过来 这种关系的结束 也意味着一种解脱 总的来说呢 就是防止被破 没事的看个热闹 有事的当个安全教育片看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故事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